哈喽大家好,这是松口财经 生物计算这个词听上去颇有些赛博朋克的味道 把身体泡在液体里,上面插上不同粗细的管子 然后连接着各种仪器 机械手上下废物,把肉体不断进行强化改造 啊,这个叫生化危机 如果你有幸走进一家专注于生物计算的研究所 你会发现他们的办公场所 其实和普通程序员也没有什么区别 两台电脑摆在那儿,没有奇奇怪怪的仪器 甚至你连试管都找不到一根 而他们每天主要的工作同样也是在敲打代码 当然了,尽管工作环境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 但最终目标是一致的 帮助人类更好的守护健康 那么代码究竟是如何施加影响 对人体的健康起到作用的 为什么说中国发展生物计算不能落后 生物计算的发展又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一个话题 生物计算终将如何改善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生命活动由蛋白质来主要承担 它是生命的物质基础 是构成细胞的基本有机物 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 不同的蛋白质有着不一样的三维结构 这些决定了蛋白质的性状与功能 究竟哪种三维结构对应了什么样的功能 目前我们人类知之甚少 生物计算这是一种根据有限的蛋白质信息 准确绘制出其三维结构的AI算法 正如这次疫情 以生物计算技术为基础的线性时间算法LinarFood 可以将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二级结构预测 从55分钟缩短至27秒 提速120倍 从而有效助力疫情防控 四天前首届中国生物计算大会召开 包含师一公董晨等多位中科病院士出席 并发表了自己关于生物技术的演讲 苏州当地的政府领导也跑来致辞表示重视 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商业大佬李彦宏也特地出现 表达自己对于这个领域的强烈看好 嗯 因为他在这个领域已经率先抢跑了 非常开心 这次是作为国内新型生物计算公司 百途深刻的创始人来发言的 首届生物计算峰会的召开 确认了我国在学术 政府 企业 各方对于生物计算这一领域的重视 意味着生物计算在我国 即将进入到高速狂奔的新阶段 而生物计算发展速率的每一点提升 都将对之前我们固有的生物领域的发展进程 造成翻天覆地的变化 历史上 科学家为了能够弄清楚 一个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到底是怎样 唯一的方式就是做大量的重复性实验 一个一个趋势 本质上和莫奖也没有什么区别 运气不好的时候 重复上千次实验 结果可能都出不来 而每次实验的成本可比莫奖贵多了 实验室动辄几千万的设备 都准确地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 玩不起 别玩 这个时候有个大聪明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 我们能否用计算机来进行模拟 推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呢 大家觉得 诶 这个方法好像可以 唯一的难题在于 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变量太多了 当时计算机的运算量无法达到要求 2014年 IBM经过长达5年的研究 研发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电脑 蓝色基因 这台计算机的主要目标 就是为了能够进行蛋白质结构的模拟实验 然而 实验的结果显示 人们当时的估计都太乐观了 蓝色基因升级了三代 却依然没能取代生物实验 但这一尝试 还是给予了当时的学者一起低 既然单纯靠电脑行不通 那再找人脑来帮帮忙 2008年 华盛顿大学的大卫贝克教授团队 开发了一款名叫Fold8的简面游戏 游戏玩法很简单 让玩家凭借自己的直觉 来折叠出蛋白质的结构 然后根据一定的规则获得分数 在这个游戏中 人们对于蛋白质结构的破解方式 再次有了新的突破 一个困扰生物学家15年的 猴类X病毒相关蛋白 作为谜题 被上传到游戏中后 仅过了10天 就被玩家破解出了 他最有可能的折叠方式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本 因为这次意外收获 从1994年开始 CASP 国际蛋白质结构预测竞赛 被举办 两年一次 每次都会云集 全球顶尖的科技大佬 直至今年 但在2018年 这场比赛 发生了一个意外 曾经吊打理事时 3比0战胜科捷的 AlphaGo的新版本 AlphaFold 匿名参加了这次比赛 并且拿下了冠军 而且就在两年后 2020年比赛现场 AlphaFold 带着他的全新版本 再度参赛 并且又拿下了冠军 比赛满分100分 2018年 他得到的分数 还不足60分 但在2020年 这一场比赛 他却一跃拿到了 92.4分 其进步之大 令人瞠目解舌 所有人都意识到 生物计算 步入到了AI时代 通过刚刚的讲述 或许你已经意识到 发展生物计算的 必要性与重要性 AI时代下的生物计算 会以过去千百倍的速度 突破现有的研究瓶颈 打破我们的认知 改变我们的生活 反过来 掉对者 则会以千百倍的速度 在生物这一领域 被人远远甩在身后 而如果在刚刚的讲述中 你听得足够仔细 你会发现 诶 我好像没有怎么提到中国 因为的确没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基本都是国外在玩 可这并不意味着 中国会因此落后 因为我国同样拥有着一批 擅长算法 专注于AI领域的科技公司 几乎就是在 AI4Ford参加CASP两个月之前 百度成立了一家 以生物计算技术驱动的 生命科学公司 百图生科 作为国内最具AI背景的公司 参与到生物计算的 国际竞争之中 而如果把时间线放宽到 整个2020年 一月 算法Linningford被研发并公开 打造出世界上现有最快的 RNA结构预测网站 五月 全球首个 MRNA疫苗基因序列设计算法 Linning Design在中国被推出 12月基于飞奖生物计算平台的 螺旋桨发布 我们有了某国家 自主研发的生物计算平台 可以说我国在生物计算领域 尽管迟到 但却并未掉分 好了 这里是提出不同见解 立志要做最受都市精神 小伙小美学的松果财经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